說起來其實很奇妙 我遇到這個題材 畫人有這個題材 是再一次我到黑龍江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時候 是一位在美國工作的大陸教授 他特別做了這個研究 但是當我看到這個研究的題材的時候 以及我再回去找這些劇本的時候 其實劇本真的是很難找 因為它留下來的那個密本不多 然後我就會發現 哇 雜子這個文字就跳躍 讓你覺得那個想像意境是很高的 不管它在文學上面來說 其實都很適合我們去做一個扮演 我們一直希望就是說 能夠藉由比較新的題材 來作為一種重新詮釋 其實它會感染到我們 在文化上面的一種理運跟養成 就是希望它一直不退流行 一直能夠跟當代結合 然後持續地把這個藝術走下去 我們下次見